大家好,我是刘一生 作为父母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而一些疾病却通常通过基因遗传给孩子 如果父母双方患有某些疾病 孩子患有此类疾病的概率会比其他人大一些 当然,遗传病只是理论上 父母遗传给孩子的概率会大一些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遗传 也不必太过担心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下 哪几种疾病比较容易会遗传给孩子 首先是糖尿病 如果父母一放有糖尿病 孩子患糖尿病的概率在百分之四十 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话 孩子患病的概率会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遗传概率比较大 患者平时需要运动和合理的饮食 来维持正常的身体平衡 第二是高血压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 会伤我们的大脑心脏和肾脏等 带来不小的伤害 如果父母一放患有此病 孩子患有此病的概率会百分之二十八 如果父母两个人都患着 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大大的增加 我国高辖患者人数每年在不断的增加 如今的患者高达2.45亿人 其中35岁以下有七千万人 所以做好孕前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是乳腺癌 在全球女性癌症当中 乳腺癌的发病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主要的治疗方案是手术治疗 晚期患者癌细胞会引起全身器官发生病变 甚至会威胁生病 而且乳腺癌有遗传的风险 因此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人 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习惯 饮食和运动定期的体检 保持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 第四是过敏性疾病 当父母两人都是过敏体质 遗传给孩子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 如果是父母其中一人是过敏体质 遗传概率仍有百分之三十 当然过敏的因素非常多 并非只有遗传这一点 第五是高度近视 近视在六百度以上算高度近视 我们国家青少年患近视的人数 不断的增加 导致近视的两大原因 一个是遗传一是环境 如果父母高度近视 孩子患有近视的概率 也比一般孩子大 要注意的是 很多疾病只是有这种遗传的倾向 并不是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 平时生活中要注意健康的 饮食规律的作息 以及适当的运动 保持健康的身体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